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短时间内的服务 这种简单绝对的金钱交易 能让大部分调娼的人在短时间内短暂的控制一切 例如说对眼前这具身体的绝对控制权 这是在伴侣身上绝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在亲密关系里 我们总在强调的是彼此尊重 是有情感基础的水乳交融 简单来说 调娼能让人获取一种名为绝对控制权的快感 这是除了娼妓以外的任何伴侣都无法提供的 古往今来 妓女本身就是一种对男性的绝对诱惑 因为在绝对的控制权之外 他们还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性满足 潘随明曾经在其著作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中 将封建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分为五种女人 这五种女人分别是妻子 妾小老婆 婢女 妮姑和妓女 妻子与妾及婢女 我们古装电视剧里看过很多了 都是依托家庭而存在的 她们虽然所承载的具体职责各有不同 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各有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以生儿育女 打电家务为最终目的所存在的 妮姑与其他所有都不同 妮姑所代表的 是一种依托宗教而存在的绝对真洁 她们是堕落的反义词 既供她们崇拜 偶尔也可充当她们闲暇时反差的性幻想而存在 甚至有的时候 还有作为亵渎的最优选择的可能 历史上的于玄姬 她由长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残余又为 转变为一个道顾安中的荡妇的情节 被无数也是写成了一段绝唱 更有名一些的还有精品美丽的李平儿 同样也是典型 这其中的男性凝视 是一个有才有貌的妮姑 天然地先成为了男性眼中的圣母 然后再以最纯洁的面目被堕落 被征服 她满足的是圣母到妓女的合二为一 这种征服欲是让人不可抗拒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以上列举的这些和妓女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些恰恰就是妓女从古代到现在 都让各种阶层的男性须致如物的原因 因为她们是可以幻化成以上任何一种的 而这种幻想与需求的愈合 被填满一次以后 往往是会上瘾的 哪怕在封建时期的一副一剂多切之下 被人为了划分了身份的女性 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男性的全部欲望的 妻妾必只是家庭 妮姑只是圣母 但妓女仍旧可以是一妾 妓女是唯一一种 不受道德与家庭制约的 变幻万千的 只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课题 是像皮尼一样 可以满足男性所有需求和幻想的一类 在当下 因为一夫一妻制的限制 小老婆妾与婢女的角色 都被迫由家庭中消失 这也使得男性的欲望投射开始更加急迫 他们过于习惯性的将欲望分散的 散落在各个各司其职的女性身份中 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 我在这个女人身上找不到的 我要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不足 在过往的各色文学 影像作品中 我们都不难看见 戏女被嫖客要求着扮演各种角色 科长的电影天注印中 戏女被要求穿着带有 国风特色的比基尼登场 还有苏联红军制服 就是最为典型的角色扮演案例 男性嫖妓的本质 是欲望投射的无法满足 和长期历史遗留的习惯 是一夫一妻多妾 转为一夫一妻时的欲望凝视 没有得到有效的剥离 所以其实不是公众人物热衷于嫖娼 而是在这种历史遗留的惯性思维中 部分男性总是会习惯性 把那部分缺失的欲望凝视 投射到一个可变幻的课题上去 只是这个男性 恰巧是个公众人物而已 且在大多数选择嫖娼的男性眼中 嫖娼甚至已经是他们眼里最安全 也最合乎道德的一种行为罢了 比起选择多个伴女 进入多段恋爱关系 他们会认为嫖娼往往是最高性价 比起安全的选择 而妓女则是这种历史进程中 唯一一个仍然以原面貌固执的存在的角色 她仍然固定地作为可偷 可幻想 可幻化的性幻想顽固地存活着 所以 其实像为什么连某某这种人还要嫖娼 这种问题的答案 应该是 恰恰是这些掌握着分配资源的男性 往往更爱选择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玩得起 更付得起价格 而且曾经被满足过的荒谬幻想 掉高了胃口 以至于欲赫难填 所以总是一犯再犯 最后 补一个数据 2015年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性学第一人潘隋明做出判断 18到40岁的主义人群嫖娼率 是22.3% 也就是说 每10人中就有2.2个人嫖过 2021年 这个数字再次增加 达到了25% 也就是说 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嫖过 关于这个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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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